近日网上的一篇文章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蒙古可能回归中国 此消息一出 老美可是直接坐不住了 看驾驶是一种光想濒临城下的感觉 为何此问题会让老美如此在意 假如蒙古提出回归 我国该不该答应呢 结果又会对我国造成怎样深远的影响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看法放在评论区 说到蒙古这个国家 我想肯定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不咋地 一个字 穷 面积156.65万平方公里 人口却仅有340万人 和我国一个普通的市区差不多 而且受到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 近200万人集中在乌兰巴托 第二个人口大区却仅有10万人 如此巨大的差距 也是影响他们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作为世界第二大内陆国 在国际上他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甚至是连存在感都低得很 唯一排得上号的还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上一次关注蒙古的时候 还是在疫情期间他送给我们3万只羊的时候 看着别的国家送钱送医疗 很难想象这3万头羊是他们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到现在为止 蒙古国主要经济的发展还是畜牧业 各种牛羊高达7000万头 虽然低大物博但他们没有科技作为支撑 对待这些牛羊完全就是粗放 这也导致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 根据统计蒙古有将近30%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畜牧业工作 在我们看来新疆内蒙古地区的牧民有个几百头牛羊 那完全就是行走的几百万呢 为什么蒙古国的牧民还是如此贫困 首先是当地的价格偏低 其次就是医疗科技的不发达 他们的牛羊完全就是靠天吃饭 一旦遇到恶劣的环境 牛羊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伤病 甚至是死亡 让牧民们血本无归 所以说在蒙古发展畜牧业 还得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假如蒙古提出回归中国 会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 我国又该不该同意 如果回归 最本质的变化就是 国土面积增加了156万平方公里 和300多万的人口 这样一看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14亿的人口 他们这些好像就是毛毛雨 我国会一跃成为 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国 人口也没有增加太多 而且我们还可以依靠我们发达的科技 帮助他们改善畜牧业的发展 说不定有机会成为牛羊肉出口大国 还能大大降低羊毛的价格 15遍式的羊毛衫可能就要大大掉价了 还能带来不小的经济效益 而且随着我国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很多城市中的人更向往草原与雪山 想去到慢节奏的地方体验生活 看一看真正的草原 如果能随处去到蒙古 或许也可以多一个选择的地方 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我们和大俄共同合作的项目 都需要绕过蒙古 不仅仅增加了建设成本 还耽误了运输时间 如果蒙古回归 说不定对中俄合作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还能增加与大俄接壤的面积 天然气石油的进口会更方便 运输成本也会极大的减小 而且根据有关资料表明 蒙古国发现的矿产资源高达80多种 完全就是坐在了矿产堆上 由于历史发展和科技的原因 蒙古国对于资源开采的能力有限 自身只能开采一些表面的资源 如果这一切让我国来接受 这对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再来看看地势 蒙古国大多为草原和少量的山地 一旦发生战争 我国运兵发展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 而且蒙古大片的荒地 我们都可以利用为军事基地 听起来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如果真的回归 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我国对蒙古一家亲的时候 还要追溯到元朝成吉思汗 一直到清朝时期 因为统治者狂妄自大 闭关锁国 彻底激化了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 公元1911年 蒙古宣布独立 到后来苏联更是亲近蒙古 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 但随着美国的壮大 苏联没有更多的心思来帮助蒙古 期间 我国也提出了蒙古的回归 但苏联却让我们在蒙古和吕顺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利弊的大小 我国只好选择吕顺 后来的抗美援朝 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 更是让我国没有精力操心蒙古的回归 假如蒙古真的提出回归我国 我国该不该同意 又会造成哪些深远的影响 我国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 丢失了大片的土地 但所有的土地都是他国强行侵占的 唯有蒙古是他们自己要求独立的 这又导致民族之间有很大的代沟 非常有可能爆发民族冲突 在蒙古受到沙俄和苏联帮助的期间 更是直接让蒙古人的思想受到了改变 他们将成吉思汗视为老祖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很低 这也就是当时苏联解体之后 蒙古提出回归中国的心愿很不强烈 而且现在的蒙古国 如果我们接手回归 那必须要面临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就是蒙古国千疮百孔的经济 数百亿的外债 早已让他们人民疲倦不已 平均每个人都是负债累累 而且早在2016年的时候 国家就宣布过破产的公告 虽然我国可以大肆的开发经济 但似乎付出与收入始终无法成正比 这样一来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 而且就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 如果接手蒙古回归 那必须要解决人口的问题 我们总不能直接让这300万人共同搬迁吧 最重要的一点还有 由于近些年来蒙古的过度沐放 导致72%的草原逐渐荒漠化 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一到封杀的季节 沙尘暴遍地都是 有时候还会影响我国的边疆城市 像当年我国为了解决新疆小面积的荒漠化 那真是耗财耗人耗力 一旦接受就要解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 这笔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说结合这些利弊 蒙古的回归 我想在大家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虽然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 还是很渴望祖国统一 收复失地的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外蒙回归的意义越来越小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此次事件中看得出来 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强盛了 似乎我们也快成为别人眼中的大腿 想要紧紧地抱住我们 我们也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与骄傲 最好祝愿祖国的发展越来越繁荣 对于那些曾经的中华故土 都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外蒙古回归 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后期视频内容更加精彩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